第一名的打者是王威辰 威辰也是回到故鄉打球 欸對耶 這個花蓮人喔 對 花蓮的子弟兵 沒錯 他應該很熟悉吧 看起來臉上的表情有一點不太對勁 哇 發生什麼事 胡大哥 投完那顆球之後突然 有點狀況 對 好像覺得是腳還是手 哇 這個對師隊來說看起來不太妙 先發投手已經很稀有了 千萬要保重 林威平總教練現在也走出休息室 我們再來看一次 胡志偉在投這顆球之後 你看到他臉部的表情不是很舒服 對 他臉部的表情有一點狀況 看起來 其實前跨腳踩得也沒有很前面 投完之後 直接先跟休息室比 好像不能再丟的感覺 感覺上好像是 肢體的語言好像是這樣表示 看一看 看起來是有一點不舒服的感覺 其實我們很少看到胡志偉有這樣子的表情 因為他在場上 一向都是給大家非常飄悍的風格的展現 而且非常不服輸 展現出來的鬥志非常地好 所以現在很快地就要讓楊夢元上來了 嗯 要換頭髮 當然這個時間點 主審張長先生也會給師隊的投手更多 這種熱身的時間 因為 是突然的狀況 突發狀況 但是不知道到底是 手還是腳 不曉得是哪裡出現狀況 這個如果後續有更進一步的消息 我們會再跟觀眾跟你們告知 胡志偉沒有辦法繼續往下投了 所以要準備換頭 我們廣告後 馬上回來 車子 5 1 3 6 9 10